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大陸就出現了一單新聞,這單新聞就說廣州有一間公司的次隔竟然是偷拍員工,經理還說這班人沒有帶證要去調查處理到底是發生一件什麼事呢? 根據大陸極木新聞宿報導,7月18號就出現一張公司在廁所裝減控鏡頭拍攝員工如刺照片群聊截圖在網上不斷傳播,截圖中有幾個人去廁所的絲襪照竟然被人發到聊天群組,這件事嚇到網友雞飛狗走內地記者發現這些照片原來是來自廣州的一間公司, 管轄區警方正在調查,初步核實這間公司沒有在廁所內安裝監控鏡頭。 這個群組就有一個叫謝經理的人發了一張在廁所內的環境圖,還有三張相關人員去廁所的絲襪照。 那這個謝經理亦都是tap了群裏另一個人,就三個人都沒有帶尼光證,要好好去調查一下,就要回覆調查結論和處理結果。 那其實呢,這一個這樣的情況,就算你武裝監控,你拿部手機去拍,你都是違法的啦。 現在只是打工而已,不是賣身,就算賣身,去廁所開大都不用給你拍啦,打份工去廁所不用那麼絕對啦。 那當然啦,這單事件大陸記者都有去找回這間公司想採訪他的,但是可能知道打過去都是記者啦,所以全部無接通到無人聽的電話。 那亦都有網友說啦,見到這些廁所的相片是有水印的,他們猜測應該不是監控拍攝的,是直接有人拿手機拍的。 那如果呢,好似這些網友那樣講,用手機拍更加過分,你好地地,你去廁所,不正經去做好自己的事,你走去拍其他的刺客,你跟那些變態佬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上邊都講啦,打份工而已,你說他廁所去得密,去得來,你就警告他咯,你須不須拍照呢? 這些是完全無必要的事來的,如果換了是我,這樣被人拍,打人都是呀。 我相信那些勞動合同應該是沒有包含去廁所要給你拍照的。 那為何現在可以去到那麼猖狂呢? 好有可能就是因為現在找工太難找啦。 那麼難找工的情況之下,無論你們,那班老闆做的事是多麼過分,要求是多麼無理, 他們都會掘一聲引了他,只要不要扣他錢就行了。 所以就變成這班人就開始得寸盡尺,有些什麼都要玩到好盡好盡咯。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